翻译和字幕翻译 各位童年 2017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年 因為在歷年我們先後失去了幾位 我們民主運動的影秀的理由 比如說劉曉波、彭銘還有這個人的水旗 在我們大上個月的時候 通過網絡知道這個Casio 這個換腦瘤聽眾的消息 當時我就給她姐姐通了個電話 當時她姐姐說天水這種情況需要手術 但是家裡的條件很差 因為兩次入獄以後 家庭也上了 經濟上已經耗費得很大 所以說需要我們自認一下 當時我就和民主黨全聯總 來一起開這個會 組織了幾次捐款 通過一些渠道籌集的支持 但後期我們全聯總這個工作 還在具體進行的過程當中 我聽到天水手術非常成功 基本費用已經夠用了 她姐姐當時的這種表述 但是呢 十年不長 惡耗傳來 天水的架客吸取 其實這是一件非常悲痛的事情 因為我本年在國內呢 也是這樣 也是長期因為主黨 也是即使被關押 所以天水的一些情況 都感動深受 在此呢 我代表表里民主黨的 這些同學們 向天水的致哀 大家知道六四的時候 有一個三十八軍的軍長叫徐行仙 他是拒絕執行 這個定教兵的命令 到北京去開箱鎮下學生 為此他在軍閥審判被判心 那今天呢 他的一個司機 牛建國先生 也跑到海外來了 那也加入了中國民主黨 所以想請他 來給大家至此 各位大家好 大家不認識我 但是很多人 通過互聯網 我都認識你們 因為我剛才參加楊天水這個 最初過癮 我坐在那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 我帶著孩子來的 剛來不久 因為我認識一個記者 我是很怕來 也是挺不容易感覺你們在這邊 因為我有親身的感受 今天我也是慌慌張張感到 我腦袋還都在那個 還要活下去的那種想法的裡面 坐在那以後呢 出影生情 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在流淚 好不容易把自己平靜下來 我跟吴徐先生說了兩句 我也沒有準備 就是可能話有些 前後可能會有一些顛倒 大家就別介意 我確實也沒 都沒我今天就沒往這想 28年了 28年了 我有通 所有中國人都有通 你們不會感覺得到的 因為你們出來了找 因為我是個軍人 八九六四的時候 在這之前呢 我們軍長就已經在山梁牙住院了 我的姨爺家呀 我的女朋友 我當時沒結婚 六四以後我接著婚 我的女朋友家都在這兒 包括我的小姨子 我當時是我女朋友的妹妹 那都是在天安門廣場 包括軍長的兒子 都是到天安門廣場去的 我到哪兒 所有的人都指著我 就是你們怎麼這麼這麼著著的 就是都說 都是說 我就說 就是說 這個痛啊 你們都是民主陣線 最前沿的戰士和先驅 但是呢 國內還有很多人呢 像我一樣 其實那種痛 說不出來話的那種痛 真的是你們那段一些的 就說一會兒我說 就包括我的軍長啊 他在他之前呢 那些軍首長 就是首長軍部隊的高級組織官呢 都是那種小米加步槍 聰明的那種概念 那種 他是懂 是第一個最懂的現代戰爭的 就在86年的時候 在 這是習近平在內蒙演習 那個地獄接見部隊嘛 我們第一次的 就是現代化戰爭 有空軍配合的 那種 就是集團軍的那種 那種指揮作戰的 他是在那兒指揮官 我是他的坐車司機 最嚴重的一次 是我把他拉丟了 這是非常嚴重的 兵器在二年浩特 在邊境跟前上 拉丟了 但是他在全軍的會上 說小劉怎麼這麼著 他說我 我也很驚訝 我當然不願意了 那司旅長們到哪兒吃飯 都認識著 你小劉把軍長拉丟了 所以呢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他這個人呢 為什麼他在八九的時候呢 他不執行這個命令 他是為了保護那個參謀 坐訓參謀是幹什麼呢 我只管開車 車不掉溝裡頭 我就沒責任 是坐訓參謀官帶路 你把部隊帶丟了 把首長帶丟了 參謀要打仗的時候 就把他叫槍斃了 就是他的責任 就是他這個人非常好 如果他要是提這個參謀 這個參謀就沒法工作了 那就他就毀了他的 就是前途了 所以呢他說我沒事 有一個小孩 有一個司機嘛 就說他這人就是這樣 那天呢 給他傳達作戰命令的時候呢 要求他帶部隊 我三十八軍團隊 大家都知道了 當時啊 三十九軍呢 和我們三十八軍是全訓部隊 這裡面有律師啊 我聽他們說有的做案子 什麼什麼幾分鐘幾分鐘的 那個部隊也是 不是說那部隊就是平常的 都是每天什麼時間 幹什麼幹什麼 一年的全部有計劃的 像我們全訓部隊呢 就是你的所有的時間 都是要訓練和被作戰做準備 然後那個其他的部隊呢 都幹什麼呢 那個時候呢 掙錢 開煤礦 就是部隊就派出去去老五 去掙錢 那部隊根本就不訓練 沒法打仗的 所以呢 他在那次指揮作戰呢 就是 就是他 當時啊 他是第一個指揮現代化戰爭的人 就是說 他那次要是 如果說不吱聲 你我來命令我就執行就完了 那他呢 可能 就是不是可能啊 就是當時軍區副司令 司令 就往上就走了 但是當時呢 要他帶坦克 裝甲車 帶槍帶彈 帶的 我們軍是六萬多人 不全帶 那也是最大的頭啊 他當時就 問那個作戰部隊 問那個作軍部 作戰部的人 說這麼多人 帶槍帶彈 這出了事怎麼辦啊 大家都知道啊 那個 解放的那個戰爭時候 那副主義是 是投降了的 他部隊也是很很龐大的 為什麼投降啊 就為了保護這個北京城 保護北京城的老百姓 這就一開火 老百姓還著揚啊 所以呢 他就說這個 這是上路 那下午的時候呢 總政保衛部的人來了 到那兒就把他軟禁了 把我們就給那個 帶彌了 帶彌呢 我說到我 就是說還是說 我那很多人說不出話呢 說我自己 可能是我更有說服力 就是我本人啊 我是個司機啊 那就是調查我 他跟誰接触 軍區的司令啊 還是總長 總長 他經常上誰家去 我不知道 我不記得 我不說 可是呢 人家要你說 人家要 不是 這是政治任務 可是 我不是說我拉 軍長都拉丟過嗎 這是出了名的 所以呢 我記憶力不好 所以也保護了我 這是一部分人 還有一部分人呢 放出消息來 從上面下來 你不要什麼都不說 你誰都不認識 一部分人不讓你說 一部分人不讓你說 我這壓力也是挺大的 冰天這種危險呢 就來了 我都不知道 到91年的時候 完了一次 我們部隊一次兵變 有兩個兵把大藥褲多了 殺了11個人 然後這個人抓到以後 這是一個大事兒 然後呢 我當時軍長已經判刑了 判了5年 完了我呢 就是成了那個 我也沒有犯罪 也沒有什麼呀 就說不用我了 就成了那個 在那兒 軍首長們打閘的司機吧 然後就把我派過去了 派過去以後呢 保衛部 就是他們呢 就做了一個手腳 因為在座的 也可能 好多的律師也都辦過很多的案子 辦過很多刑事案子 這個人 所靠的就反扣上 一般的 在水形料子給你戴上了 這個趴步 都割繩子 把這個身上就捆著 跟個肉球似的 就這種情況下 這個人 我為什麼描述他呢 就說他沒有什麼可能了 放在一個切諾基 美國出那個切諾基 那個吉普車上 後邊 然後等到 到了地方 我開的車呢 這是我們軍裡的寶貝人員 到了地方 他們一瞬間 嚇嚇 我就聽著車門 蹦蹦蹦 一關 我的切諾基 摁一下他們轉出鑰匙 我剛一轉鑰匙 咯 手著彈就炸了 他們把這個 手著彈就給了 這個 我們部隊的一個 就是這個殺人犯 然後 他是在油箱上邊 油箱炸這麼大一窟窿 油箱還擊穿了 就是當時我幾乎是不可能活著的 要一著火被完了 最後那個公安部他們的專家呢 完了做那個技術監定 然後就跟我說 小伙子 你好好活著吧 你這命太大了 就是有一點正常的地兒 我就完了 完了 這個案子 到現在為止 到現在為止 這是很大的案子 因為你殺了那麼多人 到最後這個人回來 他能自殺 那我當時要是死了 那估計說那手了 就我給 或者就跟我又關了 完了 這個呢現在呢 因為我活著 這個案子就做了一個假案 就說呢 在行車當中呢 那手楼蛋再往這邊 癲癲癲癲癲癲 癲過去了 大家都知道 有那坐墊的 連個黃豆都過不去 那手楼蛋能過得去嗎 可是呢 你 我沒有話語權呢 我出來了 我有話語權 我可以說了 是吧 那你們現在去調查一下 誰幹呢 就是說 我呢當時就說 人家有一部分要我說 不說恨我 有一部分還擔心我說 那就 滅口 我當時就是那種 就是說我說那種危險 然後我說那種壓抑 我說大家看著我 應該是很健康的 就15年的時候 我就一個星期 兩次心臟手術 就是第一次就放個兩個字架 那個醫生啊 就了解情況 說你怎麼這麼年輕 什麼什麼著的 後來我就跟他們說壓抑 就什麼情況 他了解到以後 他做不下去了手術 最後呢 把他們的那個 安政醫院 把他的 安政醫院在國內是那個 心血管也是 專業的醫院 他的主任都很權威的了 你不是一般官 你可能都請不動 完了 一個星期之內 第二次手術的那個主任 就親自來 來給我做 然後做完 跟我說沒事啊 都挺好的 然後告訴他們 把那個材料 剩下的 都給他退回去 就是不要浪費 就別別讓我多花錢 大家不知道 就是我剛才說的是前面的 後面的我說 就是說國內啊 這種對這個 這種 這種那個 打壓呀 其實就跟 我不知道有沒有醫生啊 就跟那性菌在變種 越來越 越那個 複雜 他們越來呢 越狠毒 並且呢 讓你呢 有的時候是說不出來 道不出來的 比如說我正在住院 正需要錢的時候 幫我的醫保就給停了 你說你怎麼辦 完了公知也給你停了 完了親朋好友 包括那個主任不說嗎 把他的了解情況 他親自來給做手術 沒有請他呀 完了他告訴他們 做手術 我這清醒的 他就告訴他們 把那個哪個 他可能在做 有的可能不能用 完了再換一個 再換一個 那些醫療設備什麼的 完了說把這個都要退回去 退回去 所以我就說 我那個 今天確實挺激動的 我那個剛才 我也沒有 也來不及去 我又 因為我過來以後呢 以前我也知道 在海維的民 這一個咱們說實話 也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吧 完了但是呢 我們這裡面 就是說能出來的 能在這裡面的 都是各個行業的精英啊 然後中國有句老話 就是 求大同純小異 我那種切身的那種感受 我覺得 我們求小異 求小同純大異 我們都要團結起來 否則的話 我們很難贊上他們 因為 咱們說實話 錢 槍桿子 都在你的手裡面 並且呢 它現在呢 就是說那種 就是已經是到了一種 不道德的那種地步了 就包括對我本人 就是很多的時候 我也是 從部隊到地方 然後一點一點的 好多的 我那跟 有關咱們民主黨的 好多我們聊天的時候 也都說到這些 就是說這種複雜呢 我們一定就是說 有好多的是 你看碩士博士 那我們就說 做這一方面的研究 做一個課題 是吧 我們甚至集中起來精力 去研究 去有一些好的辦法 然後 傳遞給那個 其他的 同事和同仁 在一個國內呢 其實 就從民主這塊 從八九六四 我可以這麼說 就體制內的人 百分之七十 肯定還是 站在我們這邊的 只是不敢說 就像我本人也是 經濟了這麼多 我不能說 因為我有孩子 包括我的父母 就在 你看我也很年輕的 我父母都不在了 就九幾年的時候 就不在了 真的那種壓力 你想想 就包括楊潔水 包括那個 劉曉波 他的家人 好多的 網上都有啊 那些信息 其實你連帶的 就是受打壓那種 受割害 包括我的軍長 如果他要是 那次 他要是不支撑的話 那他還 體制內還走呢 是吧 無所謂的嘛 所以 由於很多的話 我真的很想跟同仁去交流 完了 來的時間也短 也沒有時間 今天呢 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一下 也要打擾大家了 你們畢竟是 在民主戰線的 前沿的戰士和先驅 去啊 我剛來 並且過去說的話 我也沒有辦法 那種環境 我不支撑都要我命的 我要支撑的話 我孩子 我兒子才八歲 我這是帶著來 其實 真的內心是很痛的 希望大家 能那個團結 奮戰 完了希望東國 我們 我們 這個 已經很晚了 剩下的發言 的 時間也不多 下面我們請這個 嗯 西洛代表 博訊 大致社 請代表 博訊同心社 博文社 我們在海外的 所有的編輯 記者 同事們 像 楊天水 民主的前輩 我們向他致敬 才送 劉曉波 又別 楊天水 民主未竭 生先死 常死英雄 淚滿精 中國最需要什麼 是風車電池的高鐵嗎 是光外陸離的高樓嗎 是富和敵國的大傻幣嗎 是三富萬歲的偉大領袖嗎 不 中國最需要的是健全人和的公民 他們能說真話 他們能說真話 也敢說真話 他們能獨立的思考 分辨善惡 他們能恪守信仰 並身體立行 他們能既惡如仇 並愛人如己 他就是楊天水 我的祖內的弟兄 我知道 你現在正坐在 祖的身邊 你用你光輝的一聲 向所有爭取 民主的戰士們 一個啟示 不放棄 不泄氣 埋葬獨裁 爭取民主 這是我祖許願 這是我們所追求的 愛希巴 我的好弟兄 天使 我們知道烏坎城的圍名 在中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們現在也有一個 維權的烏坎城的圍材領袖 就是莊烈宏先生 所以請他來跟大家致辭 所以請他來跟大家致辭 他出去了 好 那我們最後請一下 我們的訪民代表 白潔明先生 來致辭 莊烈宏來了 那你 莊先生先來 好 各位 各位 其實今天我相信大家都是帶著一個沉痛的心情來 道願這位受中共破壞致死的楊天水先生 在早前 劉小波先生 也在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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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邪惡的中共的這種體系的破壞下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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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不可想像的 疾病的肝癌 往期 接下來是 楊天水先生 今天 我也藉這個機會 也了解到了 更多關於 楊天水先生 生前的 這一系列的 這個 可以說是 異局 本人來自 烏坎村 現在就是今天 我本人父親 專聳坤 以及 羅烏坎村的 十幾名村民 都在 這個邪惡的體制下 的黑監獄裡 其實他們 有犯什麼罪嗎 沒有 只不過是 被這 被這一群 邪惡的 利益勾結的 這種 這種專制 之下 我們去 維權而已 站出來 敢說幾句話而已 站出來 敢去 敢去 號召村民 站出來說話而已 包括之前的 林主任先生 現在都在 這個 中共的 黑監獄裡 今天 楊天水先生 也是在 這種 迫害之下 導致的 這種 惡性 疾病 在 我剛才 所 比較的 劉小波先生 還有 袁天水先生 還有 烏坎 烏坎 在烏坎事件中 受中共 迫害的 這些 我的這些 相親們 父親們 我的 父親 我的父老相親們 其實 借於 劉小波的 劉小波先生的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其實 在 在 劉小波的 這個 我們可以 可以見證到 也 驗證了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這條路 其實一早 就被 堵死了 被完完全全的 堵死了 我們 也可以說 老前輩們 老先生們 我作為 一個 晚輩 一個 之前 烏坎村的 唯全 村民 其實 我可以說 是 在 我們 不是 號召什麼 暴力 其實我們 不應該去 反對暴力 我們應該 團結 各方的力量 除 中共 除 島共 中共方面 我們應該團結 各方面的力量 去爭取 我們的權益 面子 固然重要 我認為尊嚴更重要 最後一信 感謝您 先生 代表發言 感謝老人 事上的發言 其實楊天水先生就是被毒殺 他的故事是異變者 就像劉曉波先生一樣 因為我對他們這個故事我深入體會 因為我原來也被中共差點毒死 其實在獄中像他們這樣的死去 坐過牢的都清楚 吃藥都是在監控之下吃藥的 因為他們這些藥都是特製的 不像其他的藥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很有體會 所以講中共的殘暴和殘酷 這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也就是再次證明 其實對外代來講 是對他們判處有期徒刑 十年過去二十年 其實秘密已經對他們判處了死刑 已經判處了死刑 在毛澤東時代 這些人全部拉出刑場去逼 從江澤民自身時代開始 包括鄧小平 開始換湯不換藥 就對他們採取這種 這種刺激辦法 他們目的 所以中共就怕國際罪會 對他們有制裁和譴責 換了這種方式 對他們採取這種死刑方式 可想而知 他們在監獄是非常堅針的群 非常的浩然真心 他們對他們的罪行 絕不認錯 這是最終導致他們的結果 我也看到過在監獄裡面 向中共低頭認罪的法輪功學員 很多法輪功學員都出不了國了 有些法輪功學員他們出國 因為他已經簽署了 對中共已經簽署了通降令 低頭認罪 如果不是低頭認罪 那就挖器官啊 挖內臟啊 就是沒了 所以 剛才有一位軍人 因為我也是一個現役軍人 現役軍官的丈夫 我對剛才一個軍人說話 韓靖說話 我比較從勤 因為我也是現役軍官的軍屬 因為中共對我們內部人員 殘酷迫害 非常非常驚人 包括 包括像楊千水 在這種情況 所以 最後我要講 願楊退水 安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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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